知道這個原理原則之後 我們先從左邊開始好了 用按拉好了 它蠻比較簡單 這一塊把它多少 20嘛 對不對 OK 20 不過會有個問題 先做15幅 你說前面的部分嗎 就是 不然就要轉過去啦 也是一樣 OK 好也可以啦 比如說你怕被打到 其實這樣也有道理 不然的話到時候 又要轉方向對不對 沒關係啊 反正你做的順最重要了 其實這個我覺得你慢慢做的順 沒有固定的 你就把它很隨心所欲的 你可以越畫越好 OK 那畫的方式當然你可以講 這一塊15 那這兩塊的話也是20嘛 對不對 所以你畫的方式當然你可以這樣按拉 比如說你這一塊 按拉出來 20 然後這一塊20 那這三塊的話 15 不過你會發現 這樣好像有點慢耶 為什麼 因為按拉的缺點 一次只能按拉一個 你想說 那我要多重按拉怎麼辦 不行 一次只能按拉一個 但是還好 它只能一個 換下來 換下來 所以你要多重按拉的話 比如像這邊好了 你可以這樣做 就是用擠出可以連續的 按拉不行 按拉不行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用那個 我們有一個修改裡面 跟這樣 應該是在 會字裡面有一個邊界對不對 因為我 要不然就是你要做面玉 面玉 一般的話 如果十星的話 我們把它做成面玉好了 那你面玉的話 你變成怎樣 要把這一塊 這幾塊 通通變成面玉 通通變成面玉之後 再來處理 或者做成邊界 把這幾塊做成面玉 OK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要不然我只要把它 先做成邊界 因為反正最後連擊起來 這樣 這裡的話你可以用邊界 邊界來做 那點選點 你可以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對不對 做完之後的話 按空白鍵一下 那這個幾個就會變成 有沒有 一塊 這是一塊 這是一塊 實際上它邊界是把這一塊一塊 然後你可以這樣擠出 那擠出的話 你可以這樣 這一塊 跟這一塊 特別不要選錯了 這一塊 不好選 選到這樣 空白鍵 OK 有沒有 一起二十 那再來的話 再擠出 它問你說哪一塊 你說這一塊 裡面這一塊 那選的時候 如果不好選的話 我建議各位 可以把這邊的這條線 外面這條線 有沒有 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這條線沒有用 它邊界 只是說在原來線 再幫你產生一個邊界 舊的線其實你可以 刪掉之後就不會影響 這樣比較好選 OK 那我們可以講 那擠出 先選一個 再選第二個 再選第三個 多選 有沒有 空白鍵一下 一起擠出 所以如果你將來 將來你會想說 按拉跟擠出 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這個地方就可以比較出來了 如果將來你有很多地方 要同時讓它長出來的話 那你不要一個一個按拉 一個一個按拉太浪費時間了 你用擠出就好了 對不對 多重的 OK 15 Enter 這樣就好了 對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邊我看就按拉沒關係 因為按拉我覺得比較直覺 20Enter 那做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呢 把它轉過來 他們之間有沒有 分開來 那你如果把它結合在一起 都很簡單 連齊對不對 然後把這些 通通都選取起來 把他們通通都選取起來 把這些 這些通通都選起來 OK 按空白鍵一下 全部就結合在一起 看一下有沒有漏掉 有沒有 沒有漏掉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把它們通通結合起來 這個就變成一個完整的形狀 對不對 一個實體了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這邊 這邊長出多少 這邊長出 這塊52 OK 然後這一塊的話 那這一塊我建議是 一樣我把它切到東南好了 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OK 那再來的話 裡面做 外面做 先做裡面好 還是外面好 對 這個慢慢要 看不到 對 又會擋不到對不對 所以慢慢各位要 做久了大概就知道說 從裡面 做完之後再做外面 其實會比較方便一點 否則的話 你會被 你這個外面的實體 會擋到裡面的 你就不好去 去做其他的 所以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把這裡面 做到 19 那我建議各位乾脆這樣 你做完之後的話 點它一下 可以怎樣呢 可以直接把它移動一下 為什麼 因為將來 它這個裡面 上下有沒有 會需要有多少 有需要3 這個應該是在這個圖 這個圖 應該是 上面這個圖 上下是3 所以我們可以撐這個時候 因為等一下你在做的話 還是會擋到 你看這樣 直接就直接做這一塊 直接往上 移動一下 3 它就移到 那等一下長出來外面的部分 要按拉好了 OK 25 它就剛好怎樣 這個距離剛好就是3 下面也剛好是3 你就不用再等一下還在處理裡面的東西 OK好 所以這樣的流程 應該